有考慮下個海嗎? 這個意思是 你們沒看新聞是不是? 我剛從葡萄牙回來 在葡萄牙的海邊我已經玩過了 已經下海過囉 張鈞寧春日被粉絲瞎問 一讀亂回已經下過海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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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神張鈞寧9月4號迎來42歲生日 喜開直播和粉絲玩你話我猜 這應該很明顯吧 我忘了跟大家說 這也是一個人 男人是六個字 霍建華 我真的對不起你 華哥 華哥有這麼漂亮嗎? 還有人猜什麼? 紅燕 紅燕我對不起你喔 I'm sorry 誰會喊姊姊呢? 高里燕到海了 女神還超有耐心 一一回復粉絲訊息 當遇到來亂的粉絲 有考慮下個海嗎? 這個意思是 你們沒看新聞是不是? 我剛從葡萄牙回來 在葡萄牙的海邊我已經玩過了 已經下海過囉 蛤?不是這個意思嗎? 那下海是什麼意思呢? 下海經商? 下海經商是什麼? 我要不要下海經商? 我不從商啊 我從商我數字概念那麼差 我應該會賠光光吧? 下海潛水做生意? 好吧 下海潛水我是不太敢 因為我怕魚啦 那就算了 姐姐最近有什麼想像的 綜藝嗎? 比如花哨之類的 我還好耶 就是我明天就是個哀人 所以我覺得算了啦 我就不要去那邊講嗨 然後或者是不嗨 讓別人尷尬 結果我們就老老實實拍線了 在使用所有日子的 在沙發封堆 明 JAY世大有個